长期大便不成型 如问医生特邀专家李芳 陕西省中医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 长期在大便不成型要看大便的次数 大便当中有没有粘液浓血 排便前后有没有腐痛腐胀 以及长期大便不成型是否导致消瘦 那么在临床上也要分为气质性疾病和功能性疾病 那么气质性疾病我们通过肠镜检查 以及其他腹部的B超和CT检查都可以来明确诊断 而功能性疾病的话就要看是什么情况了 一般的功能性胃肠病比较多见 在临床上最多见的有一个病叫肠医基综合症 那么这种病人他的这个排便很有特点 排便前腐痛排便后缓解 大便当中可有粘液但无浓血 排便的次数多但是排便的量少 便衣频繁但排便困难 排便的与饮食关系不大 但是呢与环境温度有一定的关系 还有一些病人表现为直肠子 也就是刚吃完就腐泻 还有一些病人表现为五更蟹 就是早晨一起床就要腐泻 还有一些病人呢就是安慰剂是有效的 另外一些病人长期腐泻但不消瘦 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肠医基综合症 这种就不用太过紧张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病人 都存在肠医基综合症的表现 其实只要调节情绪 规律饮食 适当的吃一些中药来调节 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